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游戏公司简史 我是真子 上回书我们说到 EA在模拟运动领域风生水起 远然已经是体育游戏界的半壁江山 但此时 他手中的死亡笔记 却已悄然翻开了非夜 谁会是写在上面的下一个名字呢 他们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今天我们将分别从四个 曾被他收入名下的工作室的角度 来讲述这段历程 这将会是你不曾了解过的关于EA的故事 Origin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一家工作室 当然此Origin并非是EA旗下的烂橘子平台Origin 这是一家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游戏开发商 从他兴盛到衰败再到灭亡的经历中 我们或许能对那位痛斥了多年的业界独留先生 有一点全新的看法 1983年 盖瑞特家的两兄弟理查德和罗伯特 共同创建了Origin Systems 事实上天赋异禀的理查德盖瑞特早在高中时期 就是一位计算机方面的好手 他通过Basic编码设计程序 年纪轻轻就挣到了7万美金 这笔钱也在后来成为了Origin的启动资金 在成立公司之前 理查德就独立制作 并在Apple 2个人电脑上发行了一款游戏 创世纪 你可能曾经听过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游戏依据龙与地下城规则 进行了许多游戏领域开创性的尝试 多年后的今天 创世纪与Third Teach of the World的巫术系列 并称为角色扮演游戏的开山之作 并对后世诸如魔法门 勇者斗卧龙等经典CRPG的发展 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理查德今连制作了创世纪1 第一个黑暗时代和创世纪2 女巫的复仇 并相继取得了不错的评价 于是Origin成立之初 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继续将这个系列进行下去 Origin的员工团队非常年轻 他们以我们将创造世界为座右铭 对游戏产业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美好的愿景 然而必须要说的是 理查德是一位优秀的游戏设计师 一位极富天赋的程序开发者 但却并不是一位合格的公司领导人 他号召每一位员工将开发游戏 视为学习的过程 不仅早期游戏的代码 地图编辑器和其他游戏内工具 也要求他们重新编写 哪怕是前两部 创世纪中遗留下来的优秀框架 也都被直接抛弃 诚然理查德的想法是非常美好的 他希望Origin的员工 能够不断的革新技术 如游戏名字一样 亲手创造崭新的事迹 只是他忽略了重要的一点 这种方式会使开发的人力和财力成本 呈几何线水涨船高 Origin在几年间疯狂扩充规模 员工工资的支出是已增多 再加上由于技术的限制 当时的游戏大多使用的是 容量较小的软盘存储 而对于追求庞大而精细 游戏内容的Origin来说 一款游戏通常需要8到10张软盘来放置 成本也就变得十分的高昂 他们的第一款游戏《创世纪3》出埃及记 累计取得了12万份的销量 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但依旧没法填补各方面支出的亏空 此后 他们的《创世纪多部续作》和新系列《银河飞将》 都有着不错的口碑 只可惜 由于理查德错误的选择 继续在Apple和Termador64这两个即将搁浅的平台开发游戏 导致后续作品的销量十分的惨淡 公司出现了巨大的资金亏空 理查德仓皇中开始向银行举债 但那时正值德克萨斯州房地产泡沫破灭 储蓄和贷款也已经崩溃 超过一半的国家金融机构无法借钱 像Origin这样的规模不大的公司 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 就连运气都没有站在他们那边 理查德明白他已经无力回天了 1987年的时候 Orange就曾经帮助过我们许久未露面的主角 EA开发过一款叫做死亡灵主的游戏 所以当小迪出事时 做大哥的自然也不能坐视不管 在充分的交涉后 1992年9月 EA用3500万美元对Orange进行了收购 将其变更为了自己名下的子工作室 后面的故事想必大家也已经多少猜到了 EA为Orange提供了充分的人力 资金和技术支持 最初合作的几年 两边都是高高兴兴起了融融的 1997年共同开发的网络创世纪 取得了无与伦比的空前成功 成为了MMORPG领域走在最前列的先驱 1999年 Orange转型为纯网流公司 但随着创世纪9的惨痛失败 EA取消了Orange的多个新开发项目 后来又接连出现理念不合 管理不善 内部矛盾等一系列的问题 理查德连同数名工作多年的员工默默离开 灵魂人物的缺失让工作室的前路举步维艰 苦苦硬挨了5年后 Origin这位昔日的游戏巨博 最终还是在汹涌的波涛中了却了自己的一生 Origin的历程到此为止 不过我们先不着急分析 听完下面这则故事后呢 相信同学们一定会有自己全新的看法 如果现在让你说一款最能代表你童年记忆的电子游戏 那除了魂斗罗 侠盗猎车手和反恐精英外 想必很多人会脱口而出红色警戒的大名吧 当听到熟悉的提示音响起 我们仿佛又再次投身到那个科技 战争与谋略交织的战场 《命令雨征服》系列是无数人曾经的魂翼 而对于它背后的工作室西木 玩家也是每每提起都会引来一阵的唏嘘感叹 它是最让玩家痛心的倒闭工作室之一 也是EA今天惹来如此之多骂名的一大重要因素 西木的故事并不复杂 由于它的前半生与EA并无关系 所以我们只是简单的回顾一下 1985年 两个年轻的小伙子布雷特·斯佩里和路易斯·卡斯尔 在美国内华达州创立了西木联合公司 后来于1992年被英国游戏出版社维尔金互动收购 并更名为西木工作室 在火星传奇 魔眼杀鸡等作品相继取的成功后 维尔金将旗下另一间工作室 GRAIL互动的一款游戏的续组开发权 交到了西木的手上 而这款游戏就是大名鼎鼎的沙丘 由布雷特·斯佩里兼制西木全力开发的沙丘2 无疑是及时战略游戏发展史上的一座封碑 它在RTS的策略性和创新性之间 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平衡点 巨大的商业成功也坚定了西木的决心 于是在沙丘2机制创意的基础上 他们于1995年推出了不朽系列的首款作品 命令与征服 如果说沙丘2是在RTS幕布上撕开了口子的那双手 那命令与征服系列就是将及时战略 这个原本并不大众化的游戏类型 彻底推到了舞台中央的至高功臣 它对于世界范围内RTS的发展无需赘述 对于中国玩家来说 可能我们更加熟悉的是 命令与征服系列的第二部作品 红色警戒 其中借由国人玩家开发的二代模组 共和国之辉 更是让红色警戒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玩家群体中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游戏 仅仅三年时间 命令与征服的销量就直冲百万 西木的创始人布雷特明白 想让工作室长久的发展下去 他们必须更换一个更大 也更舒适的棋身场所 在一番寻觅与交涉后 EA成为了那个最合适的人选 1998年8月 EA以1.225亿美元的价格 将西木工作室招指挥下 也获得了命令与征服系列的所有权 面对这个缔造了RTS历史的人 前辈EA也是表现出了足够的诚意和尊重 西木与前任东家维尔金互动 在分手后 依然有着诸多无法短时间撇清的关系 EA便非常爽快地把维尔金 在加利福尼亚分部连同60名员工 整个盘下来更名为西木太平洋分部 并直接送给西木全权打理 会有点豪至千金 只为薄青一笑的一位 对于双方来说 似乎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殊不知 所有命运赠予的礼物 其实都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布雷特非常有预见性地意识到了 收购存在的一些弊端 所以此后的几年 他都尽可能地维持着工作室的独立性 让两家公司在企业文化上保持分离 西木的员工得以和之前一样 继续进行着本来的工作 但很可惜 EA并不是一位能够和平相处的好友 他倒更像是一只喷吐着火焰的恶龙 当缠斗过久 最终将会迷失本来的样子 命令与征服的设计师之一 乔·博斯蒂克就曾在一次采访中 谈及了西木解散的最大原因 随着新作旧式传说和红色警戒的高歌猛进 在归于EA名下的短短几年间 创始人布雷特的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他不再甘心又于原本的一方天地 开始主动与EA的管理层接触 并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 每一款游戏都必须引起轰动 对游戏的激情逐渐变成了利益和名声的追逐 数位奋战多年的西木老员工看清了现状 选择了在叹息中无奈离开 技术层面逐渐架空 EA变非常高兴的大举插手西木的业务 2002年西木推出了他们的最后一款游戏 命令与征服叛逆者 虽然前缀了命令与征服的名字 但游戏内容却变成了EA最为擅长的低人称射击 事实证明 隔行如隔山 在RPS上叱咤风云的西木 完全无法领悟FPS的精髓 游戏性极度平庸 更加可怕的是 玩家无法接受自己心爱的系列 变成完全不熟悉的样子 游戏最终的销量远远没能达到EA的预期 2003年 EA决定解散西木工作室和西木太平洋分部 二者合并进EA洛杉矶 由于无法接受那个事实 包括布雷特在内的多名员工纷纷离职 那一天过后 《沙丘2》还在 命令与征服还在 但曾带给我们过无数美好回忆的西木 却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以上两则故事 其实为我们在批判EA时 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思路 是谁导致了Origin和西木的失败倒闭 是EA吗 当然是 但也当然不全是 Origin老板理查德超前 但不切实际的经营理念 和对游戏市场极其错误的预判 西木创始人布雷特 一心只想游戏大卖 却忽略了是积累和沉淀 才成就了命令与征服的辉煌 EA是无情的刽子手 是手上沾着鲜血的屠夫 但把他们推上处刑台 接受审判的却不是别人 而是他们自己 这看起来似乎有一点 为EA洗牌的意思 其实我们也像大部分EA的反对者一样 对于他残害优秀工作室的行为 深恶痛绝 但就像Origin的老板 理查德曾对EA总裁拉里 普罗布斯特给出过这样的评价 拉里经常不支持我正在做的事情 但我仍然尊重他 因为即便在缺乏支持的情况下 他也总是能够保持清晰 理性始终如意 其实这也道出了 EA为什么声名狼藉 也要贯彻自己的收购之道 体量和规模的庞大使得EA可以犯错 可以承担错误的后果 所以他们抱着宁可弄错十个也不肯放过一个的态度 将收购不断的进行下去 而且在市场竞争面前 EA真的是太过于理性了 他会第一时间扼杀任何可能会出现的状况 哪怕是一颗爆炸概率很小的哑雷 也绝不允许在自己脚边多待一秒 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来了 按理来讲 EA积累的经验和财力 应该会让他不断吸纳优秀工作室为己用 逐渐壮大自己的商业帝国才对 那为什么到头来大部分收购的工作室 都变成了不得不放弃的定时炸弹了呢 不知道你是否听过一个名为特修斯之船的悖论 在希腊神话中 雅典国王特修斯自克里特的岛归来 他所搭乘的奖船被雅典人留下来当作纪念碑 但随着时间流逝 木材逐渐腐朽 为了保住这艘船 人们会不断更换新的木头来替代朽木 直到最后 这条船的每根木头都已经被换过 那么这时 我们还能称它为特修斯之船吗 有些一头雾水是吗 没关系 听完下面的故事 你一定就能明白了 用游戏界天才来形容我们的第三位主角 牛蛙工作室 丝毫不为过 他名下的地下城守护者 主题医院 上帝也疯狂等作品 切是上个世纪末最具创意和趣味性的游戏 而牛蛙的创始人兼领导者 被中国玩家称为魔力牛的彼得 莫力牛姿 更是一位业界知名的天才游戏制作人 1987年 他和电脑经销商莱斯埃德加 共同出资成立了牛蛙工作室 并先后通过上帝也疯狂 魔谈 主题公园等游戏打响了自己的名号 90年代中期 牛蛙在很多玩家眼中 就是质量和游戏性的保证 但就和心目碰到的问题一样 牛蛙把游戏做大做强的同时 也深深感觉到自己作为一家小体量工作室 在很多事情上的力不同心 两情愿折磨而期 他们与索尼 维尔金互动 菲利普等公司进行了交涉 但最终 牛蛙还是选择了开出诱人价格的EA 1995年1月 双方完成了收购协议 在牛蛙身上 EA依旧保持了先礼后兵的传统礼节 他为新来的朋友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仅仅几个月 牛蛙的规模就从60扩张到了150人 而且在稀缺人才的待遇上呢 也是丝毫的没有含糊 两名创始人都有了很好的归宿 莱斯艾德加被任命为EA欧洲工作室副总裁 彼得莫里纽兹更是上任了EA副总裁兼欧洲地区总负责人 可谓是一步登天羡煞旁人 但职位越大职责越大 成为EA副总裁的彼得 必须花费大量精力来处理行政业务 并频繁飞往旧金山洽谈公司事宜 这让他根本无暇回到游戏开发岗位 彼得知道自己是为创作游戏而生的 他的双手应该在键盘上愉快地敲击着代码 而不是签下一个个没有生命力的署名 思前想后 1996年7月彼得递交了辞成 他请求离开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事实上 他这一举动也是他这一年多以来综合考虑的结果 在进入耶后 牛蛙表面光鲜亮丽 但在员工口中 这里早已是一家鸡肉加工厂 他们被要求同时开发 魔坦2 金迪加战争 主题院在内的七款游戏 也不断加大对内部的控制 则令他们加快游戏开发的进程 但殊不知 牛蛙之所以能成为高质量游戏的代名词 正是他们起年如一日堆一款作品的耐心打磨 他们失去了热情 这早已不是那只活蹦乱跳充满着无穷想象力的牛蛙了 所以为了坚守曾经的梦想 彼得莫莉扭姿毅然选择辞职 我离开是因为我忘了我是谁 面对提问时 彼得淡然的说出了这句话 在根据协议约定制作完成地下城守护者后 他第一时间离开了耶 成立了一家全新的游戏开发工作室 尸头工作室 专注于新游戏黑与白的开发 同时包括主题医院项目负责人 魔坦首席艺术家 地下城守护者首席程序员在内的十几名牛蛙核心老员工也纷纷辞职 义无反顾的继续追随着彼得 EA继续推进着牛蛙工作室名下主题系列和地下城守护者续作的开发工作 然而灵魂人物的离开让牛蛙元气大伤 1999年 牛蛙被要求与EA另一家以模拟人生系列闻名的子公司 Maxys展开合作 推出一款模拟主题公园 这个项目很快就因不被看好而叫停 最终变成了主题公园事件 虽然声称是牛蛙最负盛名的主题公园的续作 但从整体设计和细节玩法上都要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同年的地下城守护者2由全新的制作团队接手 最终成果被广泛诟病 比起前作进步甚微 未达预期的销量让三代的项目惨遭阉割 那一年年中 牛蛙的另一位创始人 莱斯·埃德加辞职离开 牛蛙的内部人员几乎已经完全洗牌 这也宣告着这家曾经的全球知名工作室名存实亡了 2001年在主题公园公司发售后 牛蛙工作室宣布解散 剩余员工进入EA英国分部 在一次采访中 彼得回忆起刚刚创立牛蛙时的场景 那时工作室没有多少人 办公地点也相当狭小 他特别喜欢的一项娱乐活动 就是和其他开发人员一起 拿玩具枪在走廊上 用BB弹互相射击 但一声苦笑后 这个回忆也仅仅是留在了脑海里了 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特修斯之船的悖论吗 在上面的三个故事里 Origin 西木 牛蛙 皆是这艘满栽着剩余的特修斯号 他们行驶于游戏的浩海 接受着沿途的驻足和致意 但事实上 赋予游戏生命和创造力的 并不是这艘船本身 而是那时那一位为甘愿 以身为木板 抵御大风大浪的制作人 但EA似乎并没有认清这一点 他只看到了这艘船的华美 而赤资满下 可当制作人们纷纷失去热情 变成朽木 EA想的不是如何改正错误留住他们 而是用看起来更新 更漂亮的木材加以替换 认清现实的开发者 一个接一个的离开 当结局人去楼空 这些工作室还是Origin 还是牛蛙 还是西木 但特修斯之船 早已不是曾经的那艘 所以搁浅 也是早就注定好了的事情 多年以来 EA贯彻彻着他兔死狗烹的收购之道 即使2008年 EA的第三任总裁 约翰·李奇蒂洛曾公开承认 是他们杀死了西木和牛蛙 但直到今天 这位屠夫都依旧没有悔改的意思 近在我们眼前的 就有一个十分鲜活的案例 2019年 最让玩家失望的 有力竞争者 圣哥 曾经用博德之门 质量效应 龙腾世纪 惊叹世界的 Billwell在2007年被EA赤资 8亿2500万美金买下 但自打改进后 声软似乎就被挂上了 降制buff 把仙女座弄成了丑女座 又将一曲圣哥 活活唱成了晚歌 国外媒Tikotaku 在今年4月 发布了一篇万字长文 一正言辞地揭示了 圣哥是如何在EA手中 从外人期待 跌到一月谷底的 青年制作五年摸鱼 发布前一周 还没有敲定游戏最终的名字 内部管理极度混乱 老员工纷纷含恨辞职 硬着头皮拿根本不适用的寒霜引擎 做Billwell本来就不擅长的 第三人称动作射击 希望能再多一点时间 但EA却下了三月之前 必须发售的死命令 最终玩家看到的是一个帅到爆 但也无聊到死的事件 圣哥成为了再一次 点燃舆论的火花 声讨EA的呼声此起彼估 那一天玩家终于回想起了被工作室杀手支配的恐惧 从按下收购按钮的那一刻开始 骂EA就是一件在任何时间都政治正确的事情 但即便怨声载道 EA却从没停下赚钱的脚步 从EA每年都会公布的财报来看 营收 利润 营营现金流量都在逐年稳步增长 甚至是游戏预定数量也是年年高歌猛进 说好的再预购EA游戏 我就是傻 截至2019年初 EA的公司总资产为85.84亿美元 20年前这个数字还只有46.78亿 在30余年的岁月里 EA就像是一座轰鸣不止的巨大蒸汽机 每天都有零件损坏 但维修工人会立刻为它恢复如新 它收购了宝开 让猪大战僵尸这个经典IP附上了 课金才能变强的标签 它放弃了MAXIS 让模拟人生变成了永无止境的DLC地狱 它关闭了维瑟罗 让死亡空间4成为玩家心头渴望而不可及的梦 它杀死了黑盒 让极品飞车再也不是我们记忆中的那个样子 庆竹难输 恶贯满盈 千夫所指 看着那些承载着回忆的游戏 一个接一个的毁在EA的手里 代表愤怒的词汇可能会一下子脱口而出 每每这时我们不禁会发出疑问 EA为什么要毁掉这些工作室 或者说现在的结果是EA想看到的吗 毋庸置疑答案是否定的 EA是一家开发商 但更是游戏公司 盈利永远是一家公司所追求的东西 EA的精明会让它想尽一切办法 去实现赚钱这个最终目标 它向一些资金匮乏或是正在谋求更大发展的空间的工作室伸出援手 双方可能想法不同 但目的却一定都是在市场的惨烈竞争中更好地活下去 EA不是一个邪恶帝国 牛蛙的创始人彼得莫里纽兹如实说道 它是一家为这个行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公司 但当说过行为开始时 一些变故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EA绝对不想看到自己花重金买来的工作室化为泡影 但问题就出在它秉承着正确的思路 却使用了错误的方法 它没有因材施教 只是一味地把那套固定思路强行加到每一家工作室身上 它完完全全以报表上的数据来驱动自身发展 而不是像我们喜欢的CDPR、DAE、任天堂之类 更多从玩家感受的角度出发 EA有自己的市场规则 这个规则也是它被诟病的最大原因 因为它手里能打出的牌太多太多了 不可能兼顾里面的每一个 卖得好就继续做 卖得不好就马上砍掉 一些人适应了EA规则 很好的变作了它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了ESBOT 屁密体育游戏界的强势 DICE1筑起战地系列的辉煌 重生在泰坦陨落后 化身Epex英雄一飞冲天 但西木、牛蛙、黑河、Nexis 更多有主张有个性的工作室 成为了这尊庞然大物前进路上的白骨 随着时间风化散尽 然而遗憾的是 巨兽从来不会停下来 为惨死在它脚下的生灵 露出一丝怜悯的目光 多少让玩家感到一点欣慰的是 这两年EA多少有了些 幡然悔悟的意思 它更加积极地倾听粉丝意见 面对像圣哥这样的重大失败 也承诺 一定会不断更新 直到变好和那一天 在2017年还发起了 EA Originals的计划 帮助中小型独立开发者 实现游戏梦想 并相继交出了 废、毛线小精灵、逃出生天、 孤独之海等值得称赞的答卷 还记得吗 这正是这名电子艺术家 刚刚诞生时 曾做过的事情 EA就是这样一家神奇的公司 有多少人喜欢它的游戏 就有多少人厌恶它的作风 不要疑惑 为什么被骂成那样 它还是不为所动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而EA从来都是最清醒的那一个 好了 EA的故事到这里就正式结束了 下次你想看到哪家游戏公司的故事 别忘了告诉我们 喜欢的话也不要忘了 关注点赞投币